字幕 李宗盛 但是他还心心不分 你知道吗 你现在环境好过他 他妒忌 所以觉得自己不值 爸爸 其实我都很辛苦的 移民的生活并不是好过的 大大小小的事 都要靠自己一对手去做 我明白 你又要照顾宝宝 又要打你成牛家 是吗 我生完宝宝之后 出院就立即到店铺帮忙了 到今时今日 身体还没调养好的 香港的女人舒服得多了 嘉燕 我们都知道你辛苦 糟了糟了 家人对你有偏见 我不在乎他怎么看我 只要你们明白就行了 老实说 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 千万不要移民 我听很多朋友说 尤其是年龄大的人 都不是好想移民的 我就想都不想 就算过来贪一下我 你都不想 有心无力 怎么敢想 算了 算了 你有空的 就一家人回来见见面 那现在我最担心的 就是嘉行 事在人迷 如果他有个自己的家 或者会不同了呢 哎呀 那么多年内 嘉行都没有队长 是他自己不去争取而已 这件事外人是很难帮到他的 阿爸 你劝一下他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怎样 在家里天天发脾气 我和你妈真的受不住 你们不要理他了 这样他自然没有发誓的对象了 阿爸 忍一下他 不要和他的教那么多 嘉言 我和你妈是有个想法 不过就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怎样 我 我在温哥说 怎么能帮他 好简单 我们的意思是 你不如接了嘉行去加拿大 散一下心 同时控一下机会 但是嘉行他 换个新环境 或者可以改变到他 你们真的想去走吗 女仔始终都要嫁人 难道留在那儿涉造难 怎么办呢 嘉言 你考虑一下 我怎么也想不到 你们会搞成这样 嘉行的确是不争气的 我争气是要靠自己的 你也有眼看的 他不肯定定性性地去打工 又不想升学 怎么争气的 但是你们叫他走 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 我们真是忍无可忍 你们已经和嘉行说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 那他有什么反应 初时就口口声说好 求之不得 但是过了几天就又改口了 他怎么说 我想他一定是打听过外面的环境 物价鬼 粗油鬼 他受不了 爸爸 嘉行始终都是你的女儿 无论如何都好 有他在家 他会照顾你们 大家忍养一下就没事了 哎呀 嘉言啊 那你就搞错了 要我们照顾他就真的了 两佬不吃 还要煮给他吃 吃了还嫌三嫌四呀 哎呀 真是烦了 嘉行实在太不懂做人了 嘉言啊 帮他想想办法吧 爸爸 我的能力有限而已 我怕我帮不了他什么 你跟志文商量一下吧 志文还有父母和弟妹要照顾的嘛 你让我考虑一下吧 还有啊 嘉言啊 你这次回来 真的要放下一笔钱在我里啊 你妈呢 迟早也会有问题的 我昨天给你那张资料 我打算用来找医院数 你不要搞错啊 但是我一时之间没那么多钱啊 你先跟朋友拿着啊 迟下想办法还回给他们嘛 好不好 爸爸 其实你也有职速的 为什么你不用呢 哎呀 你都傻的 钱是越用越少的嘛 你明白不明白的呢 我明白 我怎么会不明白啊 哎呀 回到你自己的家里呢 真是灵性不同的 是呀 整个舒服了 是呀 真的吗 家里这么屈子 怎么像那间私家房那么舒服啊 农床都不像狗斗啊 我宁愿在我家里养病好过了 是啊 家仁啊 你坐下吧 那些小的东西 那我自己拯救的呢 行了行了 妈 毛医生说 你还要休息多点 不要那么粗劳的 你忘记了了 别走啦 你奉钱不用做事 等我和家行 喂 人呢 在房里面吧 不用理他了 妈 凡事要看开点 经常这么执着 只会自己不开心而已 行了行了 妈妈有分数啊 对了 家仁啊 你又要回温哥华了 对吗 是啊 对不起妈妈 不用这么说 妈妈明白的了 那边是你的家 志文和宝宝在等着你回去的嘛 行了行了 你快点去订机票吧 妈 我儿子宝宝叫什么名字 你还记不记得啊 我 哎呀 你看妈妈 真的没用了 病了一场而已 什么都忘记了了 我的孙子叫做宝宝叫什么 算了算了 不要伤脑筋了 他叫做廉祖 哎呀 廉祖 家仁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过去 当然越快越好 我真的很想念志文和宝宝的 我想现在的房子 一定会搞到污烟上气的了 对了 我跟你说过关于家行那件事 我去看看他怎么样 家行 是你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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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寒酸 收拾来收拾 只得这两件衣服 你打算搬去哪儿 朋友家 哪个朋友家 哪个朋友啊 靠不靠得住啊 放心啊 我二十多岁人啊 家行啊 不如你搬去我酒店间房间休息两天吧 我们两姐妹应该好好计划一下 姐姐 立即去办旅游签证 跟我一起去温哥华观光 然后再计划下一步 你带我去温哥华 姐姐 是真的 是真的 是呀 是呀 那就好了 好了 是呀 有机会去温哥 温哥姐照应 最好不过 家行啊 走吧 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呢 姐姐 你已经没路可走的了 不要再那么坏了 是呀 家行啊 你又跟家姐去酒店 大家两姐妹来的嘛 凡事好商量 你烦她 就好过烦朋友 对吧 没错啦 朋友 哎呀 什么朋友 都只是懂得感上天花的 家行啊 我帮你拿行李 来 姐姐 麻烦你 阿爸妈 那我走了 好 慢事小心啊 小心啊 行了 我会照顾家行的了 你们放心吧 妈 记住好好的休息 准时吃药 哦 行了 machine 我会照顾家庭 我说 我照顾家行 我們是兩姐妹 為何你這麼老套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真的很聰明 很本事 這頭說完了 那頭這麼快就搞定手續了 我收得熟人 其實旅遊簽證不是困難的 來 我們喝一杯 慶祝一下 好 姐姐 喝杯 我好久沒試過這麼輕鬆 現在可以鬆開口氣 話說回來 你其實 真是比我好多 難怪爸爸媽媽那麼疼你 其實我真的很妒忌你 你不要這麼多心 傻瓜 他們始終是我們父母 他們對你和對我不是一樣 一樣 是呀 你沒聽見我問媽媽嗎 她連外孫叫什麼名字都不記得 我說 他們最關心的就是錢 但這次爸爸那麼緊張 打電話叫你馬上回來 她叫我回來走醫院的錢 你千萬不要以為她偏心我 姐姐 別再說家裡的事 好 那我們商量一下你今後的大計 大計 我只拿到三個星期旅遊簽證 又是怎樣 我也不敢想 行了 我已經幫你考慮了 當然 問題就是你自己想不想 我 你說來聽聽 你留在加拿大讀書 我們入境之後 立即找學校辦學生簽證 那你就可以留下 姐姐 我沒有錢的 怎麼讀 我知道 嘉恆 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自己想不想讀書 我當然想 那就可以了 我負責你第一年的學費和住宿費 第二年就看你自己了 姐姐 我可以嗎 你當然可以 多少大陸學生都是這樣 你從小就讀英文學校 如果說不行 就是你自己懶了 姐姐 第一年的學費已經很貴了 我還要你付 可以了 我可以搞定了 但是你自己也有個家庭 而且開銷這麼大 是啊 一頭家的開銷很大 唯一可以省的 就是我自己的花費 放心 我可以搞定了 姐姐 謝謝你 不要這麼快謝謝我 將來我一定會還給你的 我不是說這件事 我是說 溫哥華兩間大學都不容易考的 我想你去比較偏僻的地方讀書 嗯 我明白的 你不想我在溫哥華 可惜我們兩姐妹 被不親密 那你為什麼要幫我 到以上的問題 又不是做不到 好 家恆 坦白說 我早就已經有這個心了 不過初初來到加拿大 千頭萬水 自己的生活都成問題 姐姐 我 現在好了 早算上了軌道了 可以照顧自己的親妹妹 我是義不容辭的 姐姐 我真的很感謝你 我現在才明白 人跟人之間 如果多點溝通 真的好很多 家恆 不要說太多了 你現在出去剪我髮 買幾件有用的衣服 和日常用品 收點時間和朋友說聲 今次去加拿大 兩三年未必會回來的了 我會的了 還有 千萬不要再提 林志文是你的男朋友 當時我求你好不好 這些錢是給你的 姐姐 買十歲的錢 我還應付你 謝謝 你其實很喜歡 我一天 我一天 你一定不會 你喜歡 那些肖子 我一個人 你會不會 有一個重大 你不會 我一個人 你會不會 我一個人 你有多苦 我一天 你會不會 尤其他二天 我一天 就是你有多苦 你什麼 挺好,這裡環境真的很舒服 不過沒什麼機會到處逛逛 對不起,我真的很不空 你也要有眼見 遲下你放假回來,我盡量抽時間帶你到處玩 我只是隨便說,你不要這麼認真 遲些我會收到新的同學 如果大家正在聊,自然有機會到處玩 那也是,我怕到時候你不記得我 怎麼會?你是我姐姐 所以這裡也算是你家 你知道嗎?難得他鄉如故之 何況我們的親姐妹 記不記得? 我會記得的 希望放假回來,可以幫你 姐姐,我經常覺得 你家裡的家務做事都做不完 事實是這樣 整個家裡的事都要做 又要照顧寶寶 有時,我真的恨不得多一對手 有沒有想過請人回來幫忙? 你以為這裡是香港嗎? 不行的 我想你連很舒服地吃一頓飯的時間都沒有 我現在才明白,你真的這麼辛苦 什麼姐夫沒有幫幫你嗎? 他自己也夠忙 有時,他還帶了帳簿回來,要我幫忙核數 整天都做到半夜 姐姐 你溫哥說這裡熬得這麼辛苦 為何我從來沒聽過你在爸爸媽媽面前信一句 他們以為你好好 他們見到我,從來都沒有問我辛不辛苦 只要我簽支票就可以了 或者,人年紀大了就是這樣現實 爸爸一直希望我們兩個是男生 為何要這樣? 他又不是有甚麼事業要我們去乘計 為何要做男兄女? 唉,不要說他了 我現在帶寶寶去打防疫針 出去一會兒 你自己帶在家裡收拾行李 行了 寶寶 拜拜依依 媽媽跟你去街街 拜拜 寶寶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聽說大學那邊天氣很冷 我想自己也應該浮衣了 好了 等我再重頭再檢查一次 看看還有沒有東西帶漏 我回來拿回文件 我執行李 明天入學 明天起床了 對不起 我抽不到時間送你 不用擔心 姐姐會送我去 這幾年來 你為何在你姐姐面前 常常說我曾經是你男朋友 你不認 當然不是 事情隔了這麼久 還提起這些事 有什麼好呢 大家都知道是事實 你不要忘記 當年是你建議思天 是你錯過機會 是 我認為我是太順 竟然放棄你 我竟然願意放棄你 跟著那個有錢仔國良吃喝玩樂 我和你一起 無可否認你曾經開心過 但是開心的日子不夠一年 算了 你還這麼年輕 你不怕找不到更好的人 振作一點 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上 你和姐姐都很好人 大家自己人 幹嘛說這些話 夠不夠天勇 夠啊 姐姐已經給了我 你以為家賢 知不知道我們過去的事 姐姐聰明過我一百倍 你說呢 好了 我公司還有事要做 我不跟你說了 我先走了 一路順風 謝謝 努力讀書 熬完三年 將來一定有好日子過 嗯 謝謝你 是我自己太蠢 我不夠眼光 竟然給了機會 志文和姐姐一起 想不到現在 還會姐姐救了我 嗯 姜 怎麼整個人都呆了 在想什麼 沒事 看看有什麼要帶她去 寶寶呢 睡了嗎 打了 因為最近哭了 哭得很累就睡了 怎麼樣 撿齊了嗎 撿齊了 我長大女兒了 放心吧 多戴點衣服 那邊很冷的 如果有什麼事 打電話回來 不要這麼困難 我知道了 功課跟不上 多點請假的同學 姐姐 你幹什麼 人家十三四歲 已經出國留學了 你這麼大個還哭 姐姐 這一次 無論如何 我一定會很努力讀書 我真的很感激你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們是兩姐妹來的嘛 我 passions 姐妹情 下集大紀告 由香港電台戲劇組製作 葉細雄監製 吳瑰榮編導 《译书原著》小院编剧 并且由宅耀辉 曾月娥 罗嘉宁 曾永强 谭翠莲等联合播演 现在已经以全部播放完毕